我们这次来带来的作品是 我从远古走来 56个民族服饰大型纪录片 哈尼族纪录片来产展的 特别欢迎你们 那请问对于这个56个民族 这样子的一个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个题材 是什么让你觉得很感兴趣 要为此作为题材拍摄一部电影呢 这是纪录片 因为这个56个民族的服饰非常美丽 非常璀璨 我是想把56个民族的服饰传承发展下去 不仅在中国让56个民族的服装美丽璨 也想把它带向世界 让世界的人看到我们中国56民族的服饰的美丽 谢谢你 今天你们两位的服装在我面前也是眼前一亮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现在身上的服装吗 我穿的服装是金派旗袍 你介绍一下 我穿的服装是我们贵州省安顺市不一圣装 不一组的圣装 就是我们就是穿在身上的文化 在我们国家 就是56个民族 我们一定要给它发扬光大 我们呢 我是从远古走来 把我们民族 56个民族呢 就是说 都拍成大型北极纪录片 在全国在世界上推广 要世界认识我们国家 56个民族的历史 中国的56民族 特别是少数民族 好多都是没有文字的民族 那么他们的文字 全都体现在服装上 服饰上 它所有的 等于是一套服装 也是一部历史的史书 就是每个民族的 是这样的